媽 妳想吃什麼 我請客 你今天怎麼特別孝順 是中獎了嗎 真不愧是我媽 我參加集保結算所的活動 抽到超商禮券 還有遊者禮券 這麼好康 我也想參加 你只要在9月底前 登入eNotice平台 同意接收電子通知 就可一手掌握鼓勵訊息 還可參加6萬多份獎項 總金額超過千萬元 最高獎金20萬元的抽獎 越早參加 中獎機會越大唷 參加畢業30年的同學會 要穿什麼才年輕呢 挑衣服不如增加髮量 魔法部科技假髮 量身打造就像自己的頭髮 年輕10歲的秘密 就在魔法部屋 7月7號到8月8號 快到魔法部屋 享受父親節專屬優惠 大家好 我是潘淮宗 在台灣平均每13個人 就有一個人會罹患大腸癌 良好的飲食習慣是關鍵 另外還有十大食物 是減重的超級食物 吃了可以健康瘦身 由我主獎的健康on air 精選最實用的醫學新資 以及諾貝爾醫學獎得主的 人生故事等共16個主題 帶你輕鬆掌握健康大小事 潘淮宗健康on air有聲書 一套8品CD裝 定價699元 訂購請洽0283692698 投資必須將眼光放遠 學會放長線才能釣大魚 存股足必備 富邦特選高股息30 00900 以貼近實際股利率 筛選基優台股 滾動式選股機制 精準掌握儲息效益 富邦特選高股息30 00900 不只是高股息 還要讓你的存股再升級 投資一定有風險 基金投資有賺有賠 申購前音響樂公開說明書 98新聞台FM98.1財經一路發 我是阮木花 提醒我們聽眾朋友 這個禮拜蠻多重要經濟數據的 美國7月的CPIPPI要公佈 6月CPI掉到3% 還會再繼續下行嗎 就還會再繼續往下掉嗎 這恐怕不一定 因為所謂的基期蜜月沒有了 去年最高就是6月9.1 之後美國CPI就呈現 連續12個月的下降 所以之後就沒有所謂的 這個基期蜜月 之前這個基期是一路上升的 現在沒有基期了 基期是一路 未來是一路下降 所以真正考驗在下半年 真正考驗美國的通膨在下半年 通膨會不會死灰復燃 或者說CPIPPI 或者說PC會被網上談生 這是關鍵了 另外中國大陸要公佈 7月的貿易帳 金屬口的數據 CPI 消費者物價指數 以及社會融資 這些重要的總金數據都會公佈 然後包括了台灣也要公佈 進出口貿易的數據 還有CPI 消費者物價指數也要公佈 那今天是這個探權交易所成立 不過我看一下 這個相關的所謂的探權概念股 像隆林這些股票 今天表現得很差 隆林是這個跌停板做收 而且開盤沒多久就躺平了 一直到收盤 感覺起來已經先前炒過一波了 這個探權交易所成立 似乎就有點利多出鏡的味道 股票上往往是這樣子 利多就出鏡 利空就是有心人進貨的時間 上個禮拜是不是 AI也是這樣同樣的概念 還有很重要 我覺得這就很重要一件事情 要提醒大家 MACI 這個明成國際 8月11號會宣布這個季度調整 現在看到已經有人預估 有幾檔股票可能會納入 台灣指數成分股 那因為明成台灣指數成分股 有它一定的選入標準 也有一定的剔除標準 所以根據這些選入剔除的標準 就有人預估出有幾檔可能會被選入 都是今天非常強勢的股票 技嘉 世新KY 台光電 齊鴻 這幾檔可能會被選入 這就是AI相關概念 另外非AI相關概念像是育龍 我講不是育龍去車 那個育龍 是那個99多少 我現在代號沒有辦法記得 的育龍 龍資的那個龍 還有智茂 所以也會被選入 那這個都是媒體已經揭露出來的訊息 並不是我個人猜測的 還有會被剔除的 說是穩茂跟普瑞KY可能會被剔除 那8月11號 同一天有法說會 仁保 華碩跟秦城 這三檔非常重量級的 也是AI相關概念的股票 會舉行法說會 以上是這禮拜 比較重要的一些可能要發生的事情 先提供大家參考了 那今天全面 除了AI概念股破替微效以外 就是美債的ETF也都破替微效 上個禮拜美債ETF跌得蠻重的 大家很擔心說 哇 債券要大跌了 那事實上也沒有 今天全面大漲上來 比如說像是00795B 中信的美債20年 今天漲了快1% 還有00772B的中信高頻級公司 在今天漲幅也是0.7% 群毅25年00764B漲了1% 還有就是國泰投資級公司 在00725B漲幅也是0.5% 富邦美債20年00696B漲也將近1% 你看1%又漲上來了 上週五跌1% 今天不知道漲回來了嗎 所以投資就是這樣子 就是說基本上當大家很恐慌 說這些美債要大跌 ETF什麼債域調降 性域 惠域調降平等 什麼等等 這些東西都在擔心的時候 它就是一個相對 可能短線的低點 那現在又出現了一個高點 又全部又轉回來了 好 那我們這一階段 趕快來請教啟發投顧的 容醫生副總監獄 容副總你好 穆華哥晚安 各位聽眾朋友 大家晚安 那醫生怎麼看今天的美債ETF 跟AI股全部都有破替微笑 這是上個禮拜疊最重的兩個族群 好 那在惠域調降了美國的性品 那當然這個2011年的時候就發生過一次 那個時候呢 這個把美國原本是AAA調降到WA 那當時也造成台股從大概8400點跌到6600點左右 美股也是大跌 那時候回了我記得大概回了快20% 那可是這一次呢 這個我覺得 這個風暴可能再看個一兩天 應該就沒事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上次已經調過一次嘛 那現在其實美債啊 好 那個時候10年債的利率最高大概到4.25左右啦 好 那我 但是我覺得其實今年跟去年狀況不可以同樣 同樣的這個同日而語啦 因為其實去年 好 這個科技股都在下修啦 然後高個高本益比這些股票也在灰跌 好 但是今年來說的話 其實經歷過這樣子的灰跌 那其實今年也蠻多的這個題材 所以貸券這一塊來說的話呢 我覺得慢慢買的話是可以的 那像剛剛沐華哥提到很多的 那個都不錯的這種債券的ETF啦 我覺得貸券現在這個位置是進可攻退可守 那未來如果美國停止升息 甚至明年會不會有機會進入到降息的時候呢 那債券其實是有它的價差的 那其實你如果做比較長線的話 現在的這個利率也是不錯啦 所以這個債券 我覺得為什麼巴菲特這個時候去買 它也是做的比較長線 那看重債券這樣子一個長期的 長期這個獲利的潛力啦 所以這個地方我覺得債券 大家是這個 自由的話不要在這個地方殺低啦 就是分批買的話 我覺得是不錯的策略 那另外在AI的部分呢 那經歷過上個禮拜的 這跌勢之後呢 上禮拜五稍微的指紋啦 那在今天是很多檔股票 都出現了漲停板 這樣子一個走勢 那包括像廣達啦 偽創技嘉 銀葉達 四星 雙紅 這個都漲停了 但是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其實以今天來說的話呢 整體的AI股票 佔大盤的權重 大概快要來到四成 我是以成交值來算的 像廣達今天就 這個成交值就佔大盤大概300多億 所以以這整個成交值來算的話呢 那這個目前其實很多的這個股票的成交量 都是當充充出來的 那以上個禮拜五來說 因為現在這個時間點 當充比還沒有公佈出來 上個禮拜五來說的話 這個廣達的這個當充比就64% 偽創61% 光寶科55% 齊鴻67% 大概都五成到六成 對 都是非常高的 那我覺得是一檔股票 一個族群 這個當充的比率 五成以上一半都是充出來的 那我覺得以現在的中央來講 因為高檔還有 從7月底到8月的這個套牢的區間在那裡 對 那我覺得現在的階段 如果還是空手的朋友們 如果明天 假設黃仁勳演講講了什麼 或是AI股再開高的話 小心一點 對 我覺得這個地方不要再追了 禮拜五沒買的 今天還是沒買的 投資人就這樣啊 看到紅了 看到漲停板就想追啊 看到跌停板就不敢買啊 永遠都是這個故事不是嗎 對啊 我覺得這個 但是我覺得你提醒 那個當充比過高 其實是對的了 因為這些股票一定會大波動 因為當充太熱了 是啊 每天都充來充去 在那邊充充熱 因為它震盪夠大 很多當充客啦 對啊 可是充在裡面 對 所以我是建議 如果AI我覺得是 確實它是一個長線的題材啊 那未來你看 那個未來也要公佈這個什麼 超級電腦 就是AI啊 那其實各個科技業巨頭 美國的8號嘛 黃仁勳要演講嘛 對啊 那科技巨頭都是要往 AI這個方向去做發展 所以它確實是一個長線題材 只是短線呢 短線我覺得 搭到這個地方 那這個月我覺得是 買黑不買紅啦 尤其是未來如果再有下跌 再亮縮筹碼比較穩定的時候呢 那大家再慢慢買 可能分兩三個月分批群 就跌的時候要敢買 長的時候也不要過度樂觀了 對不對 對 應該這個態度才是正確的 對 做一個比較中長線的布局吧 其實我覺得很簡單 因為你想看嘛 現在百業都沒有在成長 講白話一點哪個行業在成長 我們看到了很多都衰退嘛 百業沒有成長 現在唯一能成長就AI了 假設說如果你認定台股是多頭的話 那AI股如果不漲 你覺得還有什麼樣的族群 可以帶領台股多頭呢 這個觀念一個簡單邏輯吧 對不對 是不是 如果你看衰AI 你就認為說AI根本就是亂吵 是規則 那這個台股應該是要走空頭了 是要走熊市了 那其他還會漲嗎 其他還有什麼產業 現在目前是大成長的 我沒看到啊 對啊 我AI起碼它有做東西出來 超導體那個就真的太扯了 對啊 太空說不就跌停了今天 對啊 第一顆是很多源物料 那你要去做超導體 我也沒辦法 我上禮拜也不講 你這個題材很瞎嗎 我不是說這些工程很瞎 我這個題材很瞎 我們這邊先進一段廣告 等一下回到節目現場 唉 房東又要漲房租 算一算 還真不如養自己的房 買得起 也要買得好 把握山河地堡 看大山大河最好的景觀 入住2800坪南化莊園 最好的品味 捷運紅樹林站350米 北市科第一圈 讓利四字頭 山河景觀2到4房 甲山林山河地堡 愛山林行銷 校長來了 大家好 我是政大校長李柴彥 提醒各位年輕朋友們 不管打工 畢業求職 最重要的是 注意自身的安全 我們常見的詐騙手法 是以高薪 輕鬆 或者是光鮮亮麗 等等的字眼 誘騙求職者上當 各位要有自我保護的意識 如果在求職過程中 察覺有任何可疑之處 切記要提高警覺 以上廣告 由內政部警政署提供 道家的管理功夫 不是不領導 不是不管理 是不偏思於自己的領導 不偏思於自己的管理 它有個自發的 調節了和諧的力量 讓你知道 我該當的 基本上就是最高管理學 講的就是這個道理 你知道哲學辯證 也能探討管理學嗎 林安吳老子道德經81章 請上網搜 滋滋線上聽 永續等權重磅出席 00932照封台灣ESG 永續高股席等權重ETF 用一檔ETF 與與熊掌兼顧高股席與報酬 打造完美的席力雙收 0093215月入手 8月15日熱烈募集 速洽照封投信 及各大銷售機構 投資一定有風險 基金投資有賺有賠 申購前影響院公開說明書 時時刻刻報新聞 聽見全世界 每分一秒都陪伴著你 全世界news98 98新文台 FM98.1財經一路發 我是阮木華 我剛剛為什麼要特別提醒大家 注意8月11號MSI的這個紀錄調整 那事實上我覺得權重的調整 不是那麼重要 最重要的是台灣指數成分股的調整 還記得嗎 偽創跟創意 這兩檔股票大漲 什麼時候開大漲 就是上一次MSI把這兩檔股票 納入了台灣指數成分股 之後這兩檔股票 就超級大漲一波 所以納入了台灣指數成分股 很關鍵 那我再跟各位講 現在媒體已經披露出來 8月11號有哪幾檔股票 有可能會被納入這個台灣指數成分股 或是說那什麼中小型的 反正就列入MSI的這個成分指數 的個股 像技嘉 是被點名的 那另外四星KY 台光電 散熱的齊鴻 以及呢 育融 那個融資的育融 還有字帽 哪一些會被剔除呢 穩帽跟普瑞KY 可能會被剔除 那這個當然是現在目前 法人猜測的 媒體把它披露出來 就是根據投顧 證券投顧所猜測出來的 那他們猜測也不是隨便亂猜 他們一定是根據MSI選股的相關規則 市值的一個情況 包括它整個產業的重要性的情況 把它猜測出來 提供給大家參考 反正8月11號就知道了 那當然一旦被納入 那當然就可以關注這些後續的情況 當然這些股票不會是納入之後才漲 他們可能納入之前都已經大漲一段 此外很重要就是美債現在目前的整個 所謂的殖旅趨斗 我剛在4點20分的時候跟大家講到 所謂的殖旅曲線變動的四種模式 就是所謂的牛斗熊斗牛平熊平 到底什麼是牛斗熊斗牛平熊平 如果各位要知道最近殖旅曲線趨斗 到底它是屬於牛斗還熊斗 等等會大家如果可以有時間的話 4點20分我剛剛的直播 那個再豐富聽卵大哥的話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那這蠻關鍵的 因為美國到上週 兩年期跟30年的這個國債的殖旅 已經連續9天趨斗了 9個交易日趨斗 很明顯的殖旅曲線開始在趨斗 那殖旅曲線趨斗有一定它的意義 也就是說國債長短天期國債的利差在收窄 在上週非農業就業數據發布之後 美國10年期國債殖旅變動的非常大 一度升到4.2去年11月的高點之後 下跌劇烈下跌 到中場收在4.03 全日跌了14個基點 不過全州仍然上升了有8個基點之多 也就是10年期儘管上週5 他一天跌了14個基點 但是全州還是升了8個基點 而且是連續兩週之日的走升 那兩年期呢 在非農業就業數據之後呢 發布之後他升到過4.94 接近5了 上升了6個基點 那中場也是明顯的下壓到4.76 全日跌了12個基點 各位 兩年期國債殖旅全州跌了11個基點 但我剛剛講10年期國債殖旅全州上升了8個基點 所以呢殖旅曲線趨抖 兩年期跟30年期更明顯 是連續9個交易率的趨抖 這到底是熊抖還牛抖 什麼是熊抖 什麼是牛抖 我剛剛的直播有跟大家講 我這邊就不重複了 那美國股市呢 大家看到上週五 四大指數全面下挫 不過跌幅都不大 介於0.5%到0.2%之間 可是全州廢半指跌了4% 然後呢 標普500指呢 跌了2.3% 道琼跌了1%多 納薩克指數跌了2.85% 就是2.9%的一個幅度 那這個下跌 美國股市的下跌 事實上都已經跌到了7月11號 12號到7月19號來相對的低點 所以美國股市有破限的一個情況 跌到近期低點的情況 這邊我就要請教 吉巴頭顧的榮一森副總經理 榮副總經理 這美國股市最近的一波下壓 伴隨著在市的一個下跌 等於說股在雙殺 對啊 那美股其實最近期 確實看到一些科技股 財報公布出來 也跟台股狀況一樣 這個蘋果呢 財報公布出來 好像也沒有太差 但是就一根黑黑直接就拉回 那反而是這個公布出來 那個亞馬遜相對在比較低檔的地方 也是會在往上拉 所以台灣公布財報 跟美股的這個財報公布狀況很類似 就是8月中之前 很多的公司都密集要公布 第二季的季報 那公布季報之前 如果股價是在高檔的 這個特別要小心回馬槍 比如說像之前最先起的 像是這個譬如資源 還有像一些這個股票 都是股價已經非常高檔 但是財報一公布出來 這個也不太好看 那下半年展望也不怎麼樣 像是創意 這直接就是打跌停 那如果股價相對在低檔的 像是最近的這個ABF載板 像南電星星 那公布出來財報都很驚悚 毛利率一個紀錄掉了10% 這個財報聽起來嚇死人 可是股價沒有怎麼跌 我覺得這個就是高低激起 大家要稍微考慮進去 因為畢竟這股價已經漲多了 這個所謂上漲靠前堆 下跌怕風吹 那只要高檔出現這樣風吹草動 那季報一不好 那很容易就是 直接打跌停都有可能 那反過來說 如果股價相對還在低檔 慢慢整理 那剛才這個孟豪哥也提到 就是利空 或者是在這種整理階段 那大戶才比較吃得到貨 所以其實如果股價還在相對地檔 我覺得財報有利空出來 大家可以觀察一下 如果不是反應太劇烈的話 我就反而可以去卡位一下 或許下半年消費性電子 會不會有一些行情的產生 因為畢竟其實現在這個資金 除了AI之外 總是要有其他的族群出來 那我覺得一些低機器的 像是這個面板 報價也開始直穩 開始回升 大尺寸的面板 那基底也是 基底Netflash的這個報價 也開始直穩了 那這個三星海力士都在減產 所以下半年 或許有機會 這是這種比較低機器的族群 那有它的表現的機會 那另外在瓶蓋股的部分 大家也可以多加留意一下 那其實在整個亞谷的部分 我覺得整個台幣 目前還是稍微比較弱勢一些些 那美元還在走這個暫時比較強勢狀況下 那看起來亞谷這個資金 有點在往這個日經指數去走了 那日經其實在這個日本央行 去把它的這個殖利率的上限 把它拿掉之後 那日元一度波動是非常大的 那日股也是經歷過了一些拉回 但是我認為就是在這個 也就是說過去以來的這種套利交曆 交易就是借日元去買美股 買日元買美元 或是買一些其他股票 這種的套利交易 那現在因為日本央行 買最多的是美債 所以日元如果大升的話 美債要小心 對 債券比較 成效量最大 那是鎖套利 鎖國債風險將對比較低 那當日元的這個高檔的這個 天花板被拿掉之後 大家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資金這個除了會回來日本之外 那在日本股市的部分 那會不會也有一些相對的 今年日股漲最多 雅股上半年漲30% 對 這等於是承受市場 對 漲勢最多 所以你覺得它會突破那個 歷史最高點的3萬9%嗎 3萬9%我覺得還不能肯定 但近期高點會 已經有蠻多機構法人認為說 今年下半年有可能突破3萬9% 我看到的報告report很多法人機構 是這樣預估 這很誇張 說下半年就給你突破3萬9% 下半年3萬9%到現在 其實也大概就 差6000點 20% 下半年再漲20% 創地址新高 那我覺得其實近期的高點應該會越過 就是現在剛好拉回 那大家既然也有專家看 可能比較遠一點 還要再漲20% 那巴菲特也在這個地方 就是非常的給日股按讚 那我覺得其實大家可以多留一下 不管是日股相對的ETF 或者是一些衍生性商品的部分 那日金我覺得 其實外資在於亞洲市場來說 它也是會做一個對沖交易的 你是會這種買比較強勢的 比如日股 日本相對的這些商品 那可能就賣一些 比如說前陣子比較弱的這個路股 或是賣一些這種比較弱的這些市場 因為畢竟其實整個外資在全球這個部位來說 它還是要去做一些hedge的動作 當然 其實台股盤面上有三檔日本的ETF 像這個富邦日本00645B 去年底的時候它是25塊 現在已經漲到快32塊 其實今天都漲不少 對啊 那其實這個ETF的收益人數 不管是債券或是股市 那確實大家都是很很習慣用這樣的工具 我覺得也還蠻不錯的 因為槓桿這個風險不會這麼大 因為日股很難買 用ETF 對不對 不然就是基金 不然我們直接去買那個TOYOTA汽車嗎 可能就是 有時候可能就是要用一些其他管道 或是付委託買到日股 我覺得ETF是比較直接的方法 非常謝謝榮醫生副總 謝謝 跨年煙火101美景是日常瘡景 360度永恆事業是24小時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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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fting